第二个呢 就是由于科学技术革命 就是科学技术革命啊 一方面呢 它是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 使后工业社会啊 兴起了 那么第二个呢 它导致了全球问题的产生 就是生态的问题啊 我们说在这个时期啊 就发生了 那么由于这两个变化 由于这样两个变化 就是全球问题的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啊 人们呢就开始啊 从对主观的研究 转向了客观的研究 从对生产力的技术的研究 转向了什么 对它的生态学的研究 对它生态问题的研究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生态的白美的 一个是分析马克思主义 就是英美的分析马克思主义 就兴起了 这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它是消解马克思主义 哲学当中的革命性 批判性 以及它的阶级性 然后呢 对这个马克思主义啊 使它适合什么 相对和平时期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 这样一个特点 然后呢 能够继续发展 所以这又 这个整个的 作为原创的原来 法国马克思主义 这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 包括东欧马克思主义呢 它的原创性呢 基本上就 就不再在这儿了 就是它不占主导地位了 而主导地位是什么 英美的分析哲学 然后呢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还有一个呢 就是白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所以这样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原创的 这样一个原创性 作为它的原生态的 这样一个创造啊 就从欧洲转向了 就是从这个 以西欧为主体的 这样一个地带呢 转向了这个 英美的 英美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现在呢 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啊 成了一个整个世界上啊 占主导地位的 这样一个形态 在这个资本主义 这个国家当中 占主导形态的 马克思主义 那么从这样一个变化 从这样一个变化呢 这个我们讲一下 它的这个时期的 这个代表人物啊 这个一个是分析的 马克思主义 它就是一个呢 是科恩 而配 然后克莱蒂 这个里尔森 罗默 科恩呢 我们知道啊 它是英国的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 然后这个 而配呢 是意大利 和克莱蒂的 意大利的 然后呢 这个里尔森呢 是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 那么罗默是美国的 他们虽然都是分析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们的这个形态呀 是不同的 它是有区别的 比方说 科恩呢 他很强调对这个 生产力和科学技术 关系的这样一个研究 通过分析科学技术的 首要性问题 就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 首要性呢 来认证 就是重新啊 来研究这个 散持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传统 就是说 他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 就是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 但是他以分析哲学的方式 来散持 那么里尔森呢 他是这个加拿大的 他主要是把它运用于社会 把分析马克思主义啊 运用于社会道德的研究 社会道德的研究 罗默呢 他是美国的 主要是用于这个经济的 这样一个分析 用于经济的分析 这个和美国的 马克思主义 这个哲学的特点呢 它是有关系的 就是美国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不同于欧洲 它是一个什么特点 因为这个美国我们说 它一直 它在两次世界大战 都是发财的 它的经济啊 在这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啊 它得到了非俗的发展 所以他们特别重视 这个经济的研究和分析 那么他们也是呢 就是说 这个和这个相联系的呢 这个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啊 它是紧密的结合 这个经济的这样一个分析 来展开分析 所以资本认识 他们的最主要的文本 就通过对这个经济的分析啊 来建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而他这个经济的分析当中呢 着重的 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是分析这个博学理论 分析博学理论呢 这个他认为这个博学呢 他应该分两种 一个是技术性的博学啊 一个是这个价值性的 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区分 就是说不能一看认为这个博学概念呢 都是那个都是坏的啊 他说有些呢 他是比方说有的人的 他技育好 你是把它没办法 比方说他得了一大笔遗产 那么有的人呢 他因为一开始家庭环境都很穷 但是你不是说他得遗产 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啊 所以他就说 这个要对这个博学 这个财富的极据啊 要做一个分析 要做一个分析 所以他这个 他就把这个 通过这个博学理论呢 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博学理论呢 做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分析 同时呢 在这个基础上 他也提出他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观点 社会主义观点 这个 这是罗默 那么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呢 我们主要是讲的这个阿尔多塞 就是阿尔多塞和这个分析马克思主义 有什么区别啊 阿尔多塞因为他是一个法国哲学家 所以他虽然讲的是科学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还是继承的 法国哲学的传统 法国哲学传统 而不是英美的分析传统 所以他的这个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还是批判的 还是批判的 既成的这样一个批判传统 如果说沙特和这个联斐福尔 他们的这样一个批判主要是 针对这个主体 个体的解放问题 那么阿尔多塞呢 就深入到对 这个意识形态的国家 机器问题的一个分析 机器问题的一个分析 所以实际上呢 他就认为啊 他说你的个体思想 个体的解放和压抑的问题 最终是什么 由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决定的 所以他就从这个主观转向了这个客观 但是还是批判的 这一点可以在科恩那儿得到一个证明 科恩就说 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啊 很少借鉴这个阿尔多塞的这样一个思想 因为阿尔多塞的这样一个思想呢 他说没有多少啊 他还是法国传统 还是这个很一些概念的使用 还是很混乱的 并不明晰 所以他说他要重新啊 来把这个概念搞明晰 那么这样呢 他实际上说了什么 就是阿尔多塞的思想 是属于批判马克思主义的 他和分析马克思主义 是属于两种传统 所以我们把它区分出来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法兰克学派 法兰克学派呢 他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出现 就是哈贝马斯 那么哈贝马斯呢 和这个前面的这样一个不同 就是前面的法兰克学派的研究 前面这个从20年代到这个70年代 他的研究啊 主要是强调啊 对规范的批判 就是不要这个规范 是一种彻底革命的 而哈贝马斯呢 强调这个规范的批判 因为哈贝马斯啊 可以说 他是这个法兰克学派里面 唯一一个啊 这个属于非犹太人的啊 就是是德国这个 是德国血统的啊 纯粹德国血统 而不是这个犹太血统的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他是因为他没有逃难啊 他是当时这个法西斯战争的时候 开始这个三角联法西斯战争的时候 他只有四岁 所以他一直待到德国 根本对德国以外的这样一个世界 法西斯所带来的世界灾难 他根本就没有认识 只是在战后 在这个书架上 在这个书店里面的图书里面 才发现法西斯的这样一个统治 对这个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然后开始接收马克思主义 接收马克思主义 所以他的道路很奇特 那么这样呢 他就形成了他的这样一个思想的 就是他一方面的认为 这个资本主义是值得批判的 是不好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他又认为资本主义对于维持 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公民社会 对于维持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 社会的正义 它是有意义的 所以他走上一种改良 他就应该对这个现有的 这样一个制度做一个改良 所以他和前面的这个 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 就是和和海默他们是不同的 由于这样一个区别 和和和海默的这样一个区别 所以别人通常的 就认为哈贝马斯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但是哈贝马斯自己认为 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拿到这个里面来讲 这是法兰克学派 然后呢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我们讲的这个本阿格和乃伊斯呢 主要是加的大的 那么福斯特奥康纳的主要代表人物 是属于这个美国的 美国的我们把它这个 在下面的时候 我们会再具体的讲的 再具体的讲 那么这就形成了这一时期啊 他的这个主要代表人物 那么这个代表人物我们在前面的这个人物介绍当中啊 已经讲了他的最基本的特征 一个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 科学性和实证性 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啊 就是不是仅仅从这个国家意识形态这个主观的这样一个文化价值的批判 第二个呢他的这个研究对象呢就转向了对历史规律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这样一个研究 在方法上呢强调这个分析的方法以及认识论的辩证法 以及认识论的辩证法 这是他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从这样一个过程来看 这样一个过程来看啊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就是说 这个时期的发展 虽然他是也讲生产力啊 也讲生产力 这个研究对象 他们自己也说我们回到传统马克思主义 但实际上他是有区别的 他是有区别的 首先他的研究主体是不同的 就是说俄国的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啊 他是在一个革命 以革命为他的中心词 革命的这样一个模式下发生的 而他们呢强调的是一个和平的理念 所以他两个理念是不同的 一个是革命的理念 一个是和平的理念 再一个呢 他们的研究相度也是不同的 就是说在这个生产力社会制度方面呢 我们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相度 一个是技术的相度 一个是文化的相度 那么如果说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强调生产力社会主义 社会制度的一个技术相度的研究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啊 就是说这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他们强调的是生产力社会制度的 这样一个文化相度的研究 所以他的这两个 他也是不同的 他也是有区别的 那么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研究啊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做一个简单介绍 一个小节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它的不同的传统 就是说虽然它是一个过程的演变 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形成了不同的传统 那么在这样一个传统 整个西方马克思传统当中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种 一个是葛兰西 卢卡锡和科尔斯创立的 那么在德国啊 在法国得到新的发展的一种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这一种哲学呢 它主要是集中在 对这个意识形态的主观价值 主体价值的这样一个文化批判上面 文化批判上面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是法兰科学派的 这个批判的社会理论 法兰科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 法兰科学派的社会的批判理论呢 它的主要的思想呢 主要是对这个社会文明展开批判 社会文明形式展开批判 也就是对这个法达工业社会的 这样一个文明形态啊 产生这个进行批判 这是它的第二个传统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这是 虽然这个看法不一样啊 我曾经跟那个 就是法国的 法国他们也是 连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 因为这个 我在开会的时候碰到他了 就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观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虽然说在欧洲也有 但是作为原创形态的哲学呢 还是在美国 还是在美国 在白美 他自己也说 他说这个 他们自己 就是那个法国 他原来是跟萨特呢 他们原来都有过联系 也参加过这个学生运动的 他就说 这个 欧洲 在欧洲啊 只有生态运动 没有生态 就是说 只有生态运动 有生态社会主义 有生态社会主义运动 但是没有生态学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没有这样一个哲学理论 那么也就是说 你从生态学的这样一个运动 生态运动 绿色运动 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理论的提升的过程 有一个理论提升的过程 而这样一个真正的理论提升 形成一个哲学形态呢 它应该是足于美国的 这样一个原创性的 这样一个形态 那么为什么我们下面呢 在讲这个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我们会讲这个问题的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分析马克思主义 分析马克思主义 那么这样一个的这四个派别呢 实际上在整个西方 资本主义这个国家里面 它也是既是一个什么 不同的传统 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 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如果看不到 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你没有看到生态学 分析马克思主义 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动态过程 你只研究这个欧洲的 马克思主义的话 那么你就会认为 马克思主义已经停止了 已经停止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 把它从一个欧洲 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 传统转向对生态学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话 你就可以在世界范围里面 看到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发展 以及它的这样一个 不同形态 这是他们的这个 第一个特点 也就是它的这样一个传统 第二个特点 就是它是联系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社会形态 进行文化的批判和分析 进行文化的批判和分析 所以在它内部 也成一个多元发展的 这样一个态势 也是成多元发展的一个态势 这是我们介绍的 这样一个整体的 这样一个发展 整体发展 因为这个后面的 这样一个思想 我们会展开讲的 我们现在用一个 很少的时间 几分钟的时间 把这个西方马克思学 介绍一下 我们在后面不会讲了 为什么叫西方马克思学呢 是因为法国的著名学者 就是叫这个 鲁贝尔 就是马克西米利安 鲁贝尔 他在1959年的时候 就倡导创办马克思学研究 这样一个康务 并且出任这样一个主编 所以由于这样一个康务 随着康务的影响的日益扩大 所以马克思学的俗语 就逐渐传开来了 就把这个前面 从他们这个传统里面 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派别 都称之为马克思学 都称之为马克思学 当时他们把自己称之为 这个鲁贝尔 把自己称之为马克思学呢 他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的 他说人们常常以马克思主义 来解释马克思的著作和学说 使马克思的著作和学说呢 遭到了极大的歪曲 使他并且带来了一个历史性的灾难 所以为了正本清源 还马克思学说的本来面目 就必须建立马克思学 就是马克思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他们看来 马克思不等于马克思主义 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有区别的 那么为了证明这一点 为什么会有区别呢 他就提起了一张 当时发生在 这个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这样一个历史公案 这个历史公案什么 就是在19世纪七十年代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 曾经发生了 以巴古林为首的无产 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 恩格斯之间的一个激烈的争论 一个激烈的争论 那么在这个争论当中 第一国际当中的马克思的反对派 也就是以巴古林为首的反权威主义者 完全是为了反对 这个马克思的影响 而制造了很多派别 比方说马克思派 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一类的俗语 当时的这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 就是鲍尔布鲁斯 还发表了一个认战性的小册子 其目的就叫国际中德马克思主义 用这样一个东西来攻击 法国社会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时这个布鲁斯马龙 他们在这个法国社会 社会主义党内的其他领导人的斗争当中 不断地使用这样一个称呼 就是马克思派和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类的这样一个称呼 所以这样就迷惑了很多人 当时他们把这个拿给马克思看了以后 马克思就非常的轻蔑和反感 就嘲笑说 他说我能说的只有一点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说如果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话 那么我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这个在1882年的秋天 当马克思在法国旅行的 法国去旅行的时候 法国的马克思派和反马克思派的这个社会主义 分别在里昂和圣亚田召开这个代表大会 那么这个代表大会的 对于他们两派的左威 因为马克思说了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对他们的左威 马克思也表示不满 说这两派的这样一个真正 使我在法国难以待下去 使我在法国难以待下去 那么他认为这两个事情 这两个事情 所以就可以看到 马克思一直到世事前 都反对用他的名义来命名 由他创始的学说 和由他的支持者们组成的政治派别 也就是说反对使用马克思主义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他们认为 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 应该是恩克斯的罪过 是由恩克斯默许的 就是恩克斯一开始也反对用这个俗语 但是后来恩克斯随着 这样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这样一个发展 后来恩克斯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 实际上已经默许了这样一个概念 默许了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他说这样的就使马克思的哲学 和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 很多后面的思想 把它搅混了 所以他们认为了 要对马克思的学说做一个清理的话 就是说要真正回到马克思的话 那么就应该什么 就应该回到马克思学 对马克思本身做出一个重新研究 做重新研究 而不能以这个后面的马克思主义 来定义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哲学思想 马克思思想 所以这样他的这样一个思想 后来在西方得到了响应 就形成了一种思潮 形成了这样一个思潮 那么就形成了他的这样一些 很多的代表人物 这个包括麦格赖能 还有这个波托摩尔 就是英国的 法国的 德国的 比方说这个菲切尔 就是德国的 非常著名的 就是前这个联邦德国的 这个非常著名的 这样一个马克思学的思想家 这个古尔德纳 他是美国的 他是美国的 那么他们就构成了 整个马克思学 那么马克思学的 这样一个主要的观点 主要的观点 一个就强调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基本上是没有联系的 就是认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基本上没有联系 或者说他们的联系 是十分微弱的 十分微弱的 只是因为有了恩格斯 所以马克思主义才流行起来 就说马克思主义的 真正奠基能是恩格斯 而不是马克思 就说这样呢 他们也就从这样一个反思当中 也要求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 认为恩格斯呢 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 违背了马克思想 这是他第一个论点 那么第二个论点呢 他们不赞成啊 这个把马克思啊 定义为这个自然辩证法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里面没有 马克思是根本不承认 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的 而是什么呢 这个强调自然辩证法和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啊 是来源于恩格斯 来源于恩格斯 所以马克思的传统和恩格斯的传统 是不一致的 那么第三个论点呢 他们强调恩格斯和列宁都是从 旧维物主义哲学当中 吸取了反应论的观点 这就背离了马克思的关于存在和意识 理论和时间相统一的辩证法 所以这个列宁继承的是恩格斯传统 而没有继承马克思的这样一个传统 马克思传统 这是他第三个论点 那么第四个论点呢 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呢 不能简化为历史唯物主义 不能简化为历史唯物主义 因为呢 你要把它变成历史唯物主义 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客观科学 就把这个历史唯物主义 变成了一个客观科学 而去掉了它的一个批判性的特征 总之呢 他们强调什么 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 而是一种批判理论 不是一个科学理论 而是一种批判理论 这是第四个 那么第五个呢 他强调马克思的思想和学说的核心 是极尽的人道主义 是极尽的人道主义 所以这个人道主义里面呢 它包含着乌托邦的幻想 和对伦理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渴望 而这一点呢 是恩格斯不能理解的 不能理解的 所以恩格斯他们创立的学说 是一种科学的这个社会主义学说 而不是一个和 就是说包含着这个乌托邦的幻想 和对人理人道主义 这个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渴望 那么第六个论点呢 他们强调 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当中啊 存在着科学和批判的矛盾 就是说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本能之所以会有马克思主义产生 就是首先源于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有矛盾 思想有矛盾 就是说在马克思的思想中 存在着科学和批判的矛盾 批判的矛盾 这是他们的这个主要的论点 那么这样一个论点呢 可以说啊 他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还提出了很 就是说围绕这样一个论点 还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过程当中 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 强调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实践呢 存在着种种的矛盾和冲突 或者说它不过是工业化过程的变形 那么这样一些思想啊 就是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当中 我们从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议同 他的一个议同 就从相同点上呢 他们都是什么 重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 都重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 这一点是共同的 那么也有共同的这样一个背景 都是二三十年代啊 强调这个马克思的革命学说 但是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 首先呢 他们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呢 它是不同的 理论呢 这个是不同的 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呢 是由马克思主义者所指成的 就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队伍啊 这个研究队伍啊 他本身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信仰马克思主义 而且呢 他们主要是探索西方革命的道路 这样子建立这个西方 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学说 是为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 而西方马克思学呢 是由西方一些抱有自由派观点的学者组成的 他们不信仰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可以把马克思啊 当做一个纯粹的学术活动来研究 这是有区别的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在这一代这个资本主义的态度上啊 也是不同的 也是不同的 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呢 他对资本主义啊 是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 是一个批判现实的 而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呢 西方马克思学呢 主要的是重点是考察和全史马克思本身的作品 他们不是去批判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 所以这样呢他们的这个可以说他们的这个能源的组成不同 而且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啊 也是不同的 也是不同的 这就构成了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别 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因为西方马克思学我们不会讲 不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会讲这个部分 但是呢我们可以啊 把这个部分呢介绍一下 在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 使大家知道什么是马克思学 不至于把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两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呢 把它搞混了 搞混了 所以这这个部分啊 就是我们的概念呢 就讲到这儿 讲到这儿 我们的概念呢